某人说饺子皮这样做 它一次性吃掉三个 葱花多切一点 这个葱油配方再拌的时候我就恨不得来一口 一层饺子皮一层葱花重复三次 用擀面斩压扁 让葱油和饺子皮融合在一起 在表面划上几刀 这可是酥脆的关键 像我这样把它卷起来 然后再压扁 压得越扁 煎出来的时候口感就越脆 锅里的油不要多 剪到焦黄酥脆的时候再放面 趁着这个时候我们来做一杯好喝的 一个鸡蛋搅散 加入一勺白糖一勺牢骚 水一定要是废水 再来几颗口气 葱油的香气完全地融合进了酥脆的饺子皮里 咬下去还卡滋卡滋的 我快就给你爱的人吃吧